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假設正列 然後我要取的是減減 減減的越來越小,從哪一個?從第四個 0、1、2、3、4,4是這個 然後取到第2個 1個、2個、3個 4、3、2 再來就沒有了 OK,所以把這三個 加等於 加,就累加累加累加,OK 然後再把它return回來 答案的話呢,就是這三個把它加在一起 答案應該就是 99,OK應該沒有問題,所以 看得出來,大部分同學應該 大概有 84,所以有大概三個同學 沒答出來,其他沒填的 是不敢填 這個地方的話,第一個答案是99 那第二個的話呢 多一個這個array sort 那array sort就是 排序 OK,也就是把這個 由小排到大 那變成 1、1、2、2、10到6、6 那一樣喔,如果說我今天呢 排序 假設說我今天 1、1 那個正列的編號是0 然後一直到55 55的編號是4 所以呢 55 44 33 4 3 2 對不對 所以把這三個 怎麼樣 加起來 所以答案是多少 1、3、2 OK 所以這兩題的答案 那一起來看一下 答對的比例 第一個應該比較多啦 大概八成以上都答對了 所以我們這一班的 程度其實已經算還蠻不錯的 然後 第二個 可能 array sort之後呢 答對就比較少一些些 就排序一下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班呢 電腦程度 不過各位也蠻謙虛的 看起來應該其實 如果剛剛都答對的話 應該可以選這個才對 所以 所以 可是你八成的同學 那第一題有答對 應該已經算看懂 還是亂槍打鳥 看99這個數字蠻好的 所以 那大部分同學選 這個的話 是 這個我就有點疑惑了 因為這個 這個的話 大家都還是在 學習階段 那程式 可能不專精 其實這門課 真的 坦白講 這個要 有一點程度的 底子會比較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 你可能要 比較辛苦一點點 然後花一點 多一點時間 但我講過了 很多同學 下課就跑來問說 老師到底 我程度不好 怎麼辦 我說 如果你 願意 多花 比別人多花時間 因為我給 該給你的 應該都會給你 所以你只要 願意花時間 我想應該 你會有 至少 我講過的東西 你應該會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 這學期 都認真 學會的話 我想你要 學會做 一個簡單的 App 應該是不會 有問題 只是說你要 然後 再延伸出去 那就看個人的 個人的努力了 那能夠到哪裡 我想 就是看你花的時間 多少 那 我一個特色就是 雲端的資源 其實很多 還有 那個 網路上的文章也很多 網路上的影片也很多了 一堆 其實我說真的 我 Android上課的影片 多到 沒辦法 多到 已經 一個程度了 所以 等於好像網路上很多影片 很容易就找到我的東西 OK 那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呢 大概快九成的同學 實力應用 那這個剛好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 我的上課 都是以範例 為 為一個我們上課的一個 算是基礎啦 然後呢 基本上理論的部分會講 但是 不會一直講簡報 就是一直秀簡報 跟你講理論 理論部分你自己看書 我想你都看得懂 但是你可能看不懂 就是你做 尤其你會做不出來 那做不出來那個部分 可能就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呢 我會多講一些範例 然後 其他的話 第二個當然就是 Java Java這個可能 因為 其實你說學Java 其實就是學Enjoy 學Enjoy就在學Java啦 這兩者之間有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Java就混在Enjoy裡面 那那個Enjoy 為什麼你說 Enjoy跟Java到底有什麼關係 因為那個Google很厲害 他就是 站在 Java既有的基礎之上 再疊上去 但是呢 他又很聰明 因為Java有部分東西 會是有專利的 像那個VM的部分 就Virtual Machine 那他又知道這個有專利 他就另外再弄一個VM 叫Devick 那 變成說 這個我不牽涉到你 但是我還是用你的東西 那他Oracle 因為Oracle 把San買下來 他當然不開心了 因為 你吃香喝辣的 可是你連湯都不給我喝一點 他當然就會很不開心 所以他就一直告 所以他們告來告去 一下他贏一下他贏 那到底是誰贏搞不清楚 反正 我們 是 開發人員 所以我們要有個認知 他的環境 都是 兩家不同公司的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你在設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像之前也遇過 Oracle用那個最新的 1.8的版本會有 錯誤 可是反而用舊版1.7 就 沒有錯誤 會有這種可能性發生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 多多了解一下 當然如果你Java底子好的同學 學的會更好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大部分都是自我成長比較多 或者是興趣 那更好 OK 那未來希望用 用在哪部分 還沒想到 那 Java熟不熟呢 大部分都是 這個第一個 完全沒學過 也沒用過 也沒用過 OK 至少你要學會 C C 砍作無異吧 至少要貼 而且要貼對地方 Java 那語言這個東西 它有相通性 OK 那 學過 但是不熟 所以大家 兩成六的同學 那其他的話 一些簡單的 OK 那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 是否 願意 擔任 班長 OK 有四個同學 考慮 那我們就把這四個同學抓出來 好了 那乾脆這四個同學 將來是要再 分組 不是 分組的話 可能下課你們自己再 再討論一下 看什麼樣的方法 比較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考慮的 這幾個同學 把它篩出來 那請那幾個同學呢 來幫忙 那個就是 可能再看一下哪個同學 這邊有個篩選器 把那個 考慮中的 總共會有四個同學 就是這四個同學 剛好三個是舊生 一個是親生 那這樣好了 就是 這三個同學 等下要怎麼樣決定 你們自己決定 剪刀石頭布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因為剛好你們就坐在 前後 那個 來 來 來 是 因為上學 經常寫考慮 說這些考慮 所以 其實OK 可是說 你說我要去財 所以 如果 其他人 還是 你們等一下三個討論一下 三個討論 OK 另外還有一個是 陳 陳育 是不是 OK 剛好四個 你們是討論好了 故意的嗎 那你當學 也OK嗎 好啊 你是第一次來對不對 好啊 那你們三個討論一下 看怎麼樣搭配 好不好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例行公式 這一定要的 所以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在這個有效率的時代 要做一點有效率的事情 OK 那只是說等一下 因為你們等一下要分組 因為彼此你們都還不太認識 這個要分組可能有點困難 還是說等一下請那個 班長 你們三個其中一個 看要不要來主持一下 分組的 這個相關的 這個這個事項 當然不一定要分組 也可以要分組 你們可以先討論一下 然後要怎麼分組 還是那個 吳大哥 你要不要 乾脆 等一下 協助一下 OK嗎 可以嗎 可以 要不然我們的那個 好等一下先休息一下 我們的班長不然就先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吳契剛 吳大哥 就我們將來的班長 那我們的學藝的話 就是那個 郁騰 OK 三個組長 三個組長 要不然等一下下課完之後我們再看怎麼樣來推派 好不好 那有沒有什麼分組的方向 比如說三組要不要三個方向 然後你可能比較有興趣的是哪一組 然後就分進去 然後也許 有個組長 帶領大家可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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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